副首相兼国家清真理事会的主席阿木扎西表明 他主张不要强逼非穆斯林申请清真认证 政府也没有要全国饮食业者都必须申请清真认证 他承诺会协助解决有关争议 阿木扎西昨天出席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 目前没有一个规矩或者是决定 需要全国的非穆斯林餐厅强制获得清真认证 而首相安华已经指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伊莫达 在周三的内阁会议对此事做出详细汇报 也是巫统主席的阿木扎西强调 在处理清真认证争议上 前提是不要错误权势 不要误罪敌人的陷阱当中 另外阿木扎西也提到了多元流学校 指多元流学校也属于大马多元特征 母语教育必须获得遵照和执行 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 他不认为还会有什么争议以及问题